蜘蛛 喂喂 大家好 好 各位辛苦 哇 有的人不太辛苦 隊長今天到明天再繼續上看不簡單 鼓勵自己 來 我們再鼓勵自己 非常開心 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大家一起互動 一個觀念要改變 真的是不容易 一個人的觀念 真的不容易 要改變 有的人說 你打死我 我就是不能改變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哇 這樣很難 那是個人的修養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在各地方 或是各自己的傳統領域 或是自己的本土文化 有自己的觀念 但是要改 中華民國 特別七十年的時間 這個觀念 有更困難 你們這個一小撮一小撮 要推翻中華民國 不可能 你們這個小小的 又沒有什麼學位 你看 什麼 台南黨 民進黨 國民黨 生命黨 都是留學 跑到留學 到留法 留美 留英 都來 你們這個是 活在台灣的 有的 有的 有沒有讀書 可能都在華裔 在那裏 這就是觀念 以為是說 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教育下的 你得到更多的學位 就可以 讓台灣人 活得更尊嚴嗎 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得到學位 當然我們沒有否定 任何的學位 碩士 博士也好 沒關係 但是這個 因自己的觀念 也是我們自己的觀念 要改 除非 看著屬性 除非 你把事實 改變為 虛擰的觀念 這樣去改變 才會改變 所以 我們來到 台灣民政府 把中華民國體制內的 一些的 不事實 扭曲事實的 讓台灣民政府 來挖取 發覺 來發覺 真正的事實的觀念 屬性的觀念 可以改 我們過去的觀念 過去的觀念 要改變不容易 但是你用事實來改變 過去不一定事實的觀念 才會改變 請求我 四十幾年前 三十多年前 我是太兒祖的 有人說 煩心煩心 煩啊煩啊 這個煩 我到科家 讀大福中學的時候 煩字煩字 煩內煩內 清大腦 哇 講得一文不止 我說你們繼續下去 我就殺了你們 哇 一聽到三十多年前 煩人就是出草 嘿嘿 出草就不得了 所以 都安靜 其實我是不是真的要殺 沒有那個心 只是 你把我 扁到這種地步 你為什麼把 三地人 你們認為的 煩人 不是人嗎 難怪老馬說 把你們當作人看待 搞家來 所以這樣的觀念 一直活在我們 台灣人奔土的生活中 三十多年前 我跟我太太談戀愛的時候 三十幾年前 好像我老了 但是我還年輕了 等一下我太太也會來 讓你們看見 塞雷修架 三十多年前 當然台灣 台灣修架 都漂亮了 你們的孩子也漂亮 也可愛 都可愛 只要台灣人都漂亮美麗 但是三十多年前 談戀愛的時候 我又不會講話 說台灣話也不會說 說學法也不會說 糟糕 講中文都是 都是面紅而刺 真的我不曉得怎麼讀書 四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然後進入到大湖 也進入到新竹 然後到台北 繼續讀書的時候 中文還是不及格 那也不會想 一篇文章 恥不達意 哇糟糕 這意思 恨蠻 但是 我有一顆心 學習的心 所以 當跟 太太我們在戀愛的時候 啊! 恨蠻 哇 這個 岳父母大人 恨蠻就是恨 三十幾年前 那時候大家對 恨蠻 恨蠻 都是很 很討厭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也是 對你們也討厭 啊! 不要說你們討厭我 我也是討厭 但是今天沒有啦 今天 我們在台灣民政府 這個觀念 都沒有這樣 這樣好不好 我只不過 敘述過去 讓我們也回顧 這樣的中華民國 教育體制下的 一種的台灣人的悲哀 你 講太多 那講我個人的 歷史 才比較親切 那 岳父母大人說 除非 我女兒的 女兒 可以嫁給你們 我女兒的女兒的女兒 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白眼就是白眼 還好 我們戀愛 一段時間 我們就決定結婚 所以 我太太說 我這個男朋友 又不是我自己喜歡的 我當然知道 她的人格 她整個的人 當然就有信心 北部 你有沒有跟我男朋友接觸 你說拍攏 你沒有跟我男朋友做一些溝通 你說還那 結果我結婚以後 我跟我太太結婚以後 我太太就跟我講 上一刻 什麼是歡 歡就是 沒道理的人 對 真是歡 今天在台灣美國 這是大歡 把我們高砂族 放在邊緣化 把平地 山地 全部都分的 好幾種 北部族 我們都是台灣的北部族 至少85% 馬力 用DNA 來卡式 所以今天 這個觀念 我們不能相過 到我們的民政府開始相過的時候 這樣漸漸我們的觀念 開闊 讓我們的觀念 慢慢 開張起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也是很好的環境 我用死串的流亡政權 來做一些互動 然後彼此勉勵 一隻鳥屎 還要死 一直喘喘喘喘喘 他就死 沒有辦法死 怎麼鑽 他會鑽 哇 鑽來鑽去 今天這個ROC就是這樣 我們會覺得說 到底 你說有什麼屬性 你講的有沒有事實 好啊 試試看 在 美國本身自己 對法的看法 他講過的 他就要實現 我們也知道最近 歐巴馬總統 透過在東南亞 他把中東 歐美的 或是中東的軍隊 全部緩緩到太平洋 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 哇 今天 對太平洋 太平洋過去 將近 五六十年 七十年 過去的這個時間 我重新緩緩 再回到太平洋戰爭 那當然他 那時候七十年前的太平洋戰爭 非常激烈 一九十年 一九十一年 十二月 七號 日本 秘書長說 不是偷襲珍珠港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 然後誰進攻的 你們知道嗎 從屏東 飛飛飛到 菲律賓 大部分都是 大卡沙古 大部分都是 義勇軍 所以今天 日本的進過城市 只要日本人一聽到說 這個大卡沙古 大卡沙古軍 英勇的 義勇 在高沙族的義勇軍 他們非常調演 非常感動 古年 我去日本進過城市 有一個將軍 退休的將軍 他說 若不是高沙義勇軍 很多的高沙軍 沒有保護我 我這個將軍 早就死在太平洋戰爭 反而高沙的義勇軍 為我犧牲 死了不少 我能夠活到現在 就是因為 大卡沙古 就掉眼淚 這個是生命的寶貴 看見生命的真實 那有的是 我看過高沙義勇軍的 歷史事蹟 被記錄下來 有幾次高沙義勇軍 他們有幾個高沙 高沙族的年輕人 他們去抓山豬 去抓飛鼠 還有不同的野獸 馬上殺 你不去殺 而且去找尋這個食物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 那時候真的是 餓的餓 饑荒的饑荒 那日本兵 還有我們台灣人 所謂我們稱的平地人 野餐飲 但是誰靠他們養活 就是高沙義勇軍 野菜 什麼野菜都沒問題 都可以吃 但是毒性的他們一清二楚 什麼蛇他也會知道 毒蛇也可以吃 只有飛機不能吃 到今天也是一樣的 所以活存力 當然大家都很強 但是我們自信心 大家稍後 活存力 你放在山上 都沒問題 我爸爸就一個月在山上 八天大災難也在山上 還可以活著回來 那用這個山肉呢 來養活 那他們在巴布尼吉亞的時候 那日本兵呢 就不曉得 高沙的那個 馬上一看到山豬 一看到山羊 把裡面的血一吃 哇都是血流出來 結果那個平地人 就高沙說 你不吃 那你的事 我已經告訴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命 結果吃吃吃 不敢吃呢 結果 烤起來 用烤的 很香 那時候就開始吃 不錯喔 就開始了 你們不相信 現在年輕人 你們去山上一下 新竹士馬庫斯去過嗎 少年人去購買 他們會做那個野外野生的生活方式 這個都可以應驗 以後我們民政府都要往這方面去訓練 要學習 其實台灣人都已經也有這樣的學習能力了 其實台灣人都已經也有這樣的學習能力了 後來在 碰到 飯啊 米啊 然後再 有一架飛機 那這位高沙人 因為看不到吃的嘛 他就想到說 可能飛機裡面有得吃 他一看飛機裡面 就有那個 就長 稻子 哇 我們就有活了 看到稻子就有活 他就拿著 幾粒 稻子就 再重新種 種了 一年差不多 一段 一些的範圍 第二年 因為他們在那邊十幾年 所以米越來越多 哇 好高興 就開始 米 重新做 然後煮飯 喔 真香 這些都是 真正的歷史記載 也是日本 歷史他們 真正的真實 記錄下來 中華民國有記錄嗎 中華民國歷史有記載嗎 沒有 只記載 反攻大陸 什麼 山地人 山地三包 平地三包 平地原住民 山地三包 哇 三包 立細胞嘛 只有這個記載這種族群的對立 所以今天 我們來這裡就是我們的福氣 那這奧巴馬他講的非常嚴重 他這個四項 只要你攻擊 對中國說 只要你攻擊太平洋的任何的一個國家 你就等著吧 這幾個歐巴馬他講出去 那當然他也很清楚 在日本這個釣魚台呢 是真正屬於日本 要處理海南的事件 都要依照國際法 所以今天因為中華民國 國際法 和台灣人 不可以走到 走出國際正常的地位 沒有進入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是因為我們還活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所以今天是台灣民政府 否認中華民國的體制 然後我們自己建立新的政府 就是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雖然關係法 也有關係 因為把中華民國 所謂的蔣介石集團 在1972年 1971跟1972年 那時候 把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納 然後排出中華民國 所以那時候中華民國 已經不是獨立主權的國家 都很清楚 在台灣關係法是 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的國內法 這也是保護 這邊有寫說 為了協助維持太平洋的和平安全與穩定 那這個法律呢 任何都不能違反人權關切 所以我們秘書長 就抓住這一點 美國既然是人權的國家 人權的國家 那已經沒有按照 舊金山和平條約 也沒有按照國際法 讓流亡的中華民國 繼續留存到現在 而且台灣人都支持 包容中華民國的體制 參與選舉 參與選舉 繼續參與選舉 讓中華民國的體制 繼續留存到今天 所以你參與選舉 就等於繼續讓中華民國這個體制呢 繼續存留下去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參與選舉 也就是跟他不合作 這是我們民政府 那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秘書長 林志森博士 在2006年大家都清楚 10月24號控告美國以後 發現到了2009年4月7號 看見 有這樣的被高等法院確定 台灣有完沒有國際 沒有國際 那現在的政府 在國際上也不承認的政府 那今天台灣人也是繼續政治戀獄中 那政治戀獄中很廣 意思說你真正沒有拿到真正的民主 我在今天這個中華民國 不曉得也不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台灣人 本土的台灣人 所以在這種體制之下 當然都一直繼續模糊下去 那我們秘書長 除了影響美國來牽連日本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是安倍晉山 他的助理幾年前也來到我們秘書長這裡 學習國際法戰爭法 舊晉山和平條約 看見日本的真正的地位 也看見台灣真的要回到國際正常的地位 這個必須的一條道路 非得要經過日本跟美國 這兩大管道 所以也影響了安倍晉山 這樣好 我也改算 要修憲 要修憲自己日本的憲法 本來是自衛隊嘛 對不對 他們他們只有保護自衛而已 別人進攻才保衛而已 也不能進攻喔 那現在 因為安倍晉山 相信他們有一半以上的參議員 眾議員 得到這樣的票數 所以修憲是 應該是可以過 那修憲要修到 修到什麼程度 讓自衛隊變成真正的是 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 一個真正的軍隊 所以這些的改變 誰引起的 就是台灣民建戶 本來這個觀念 一般日本人說 台灣是爛的啊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好像日本天皇這個條例 不曾聽過 這個觀念馬上改 也不能改啊 真惡真困難 結果發現這樣的修憲的時候 咦?那有道理喔 因為他們不是一直在攻擊蘇聯嗎 北方四島 被蘇聯占去 所以安倍兩次去見普丁的時候 普丁蘇聯總統說 安倍啊 你回去寫 做功課啦 要多加做功課 第二次來的時候 也是一樣 你還是要多做功課 因為不知道什麼是最功課 原來北方四島 它是一個蘇聯是佔領者 那韓國的主島 也是佔領者 那戰爭法 有一條說 征服者 佔領者 不能移轉什麼 主權 意義就是這樣啦 簡單啦 畢書領 畢書領說 畢書領說 雙雙說 千千臭臭 不能移轉主權 今天 中華民國 就是想要把 台灣當作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領土 這個就是要移轉主權 已經 已經抵觸了 違背了 戰爭法 所以今天 我們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地方 像你深刻 深刻 有時候打瞌睡 沒關係 打瞌睡 你身體累的話 打瞌睡 不要出聲音就好了 那我們看看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也知道 安倍晉山已經動用了去年4月28號 他是要用 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 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生效日 為主權恢復日 所以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也是定在4月28號 來定下自由時報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台灣人看到也是不相信 不敢相信 這個是廣告而已了 對了廣告而已了 那實際上 根本沒有去關心 厚厚代代的福利 沒有去關心 真正台灣人生命的活存率 只想到今天有吃就可以了 但是為什麼現在 有的22K 我還會是22 最先看的說22K 哇 那麼多的 22K就是很多國民黨 原來不是 原來是薪水 那大學畢業或是一般的 22K 難怪有的人都喜歡出去 那當然這是人之常情 不過我們要回覆到 今天 在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很有趣 我聽了李鴻錫教授 他是憲法專家 中華民國的憲法專家 他也道出了一些 一些中華民國憲法的秘密 來做一些互動 在 1922年4月 李鴻錫 附位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時候 就下令要恢復國會 那他們也在制限 選舉總統就怎麼選舉了 然後他們想盡辦法 在586個人當中 不夠 怎麼辦呢 這總統 就開始用會選了 這個曹昆呢 用五千元 以前有五千 這個五千元不少人 所以他們有的人說 原來這個就是 會選憲法 本來中國人就常常會選 就霸道啊 他的本能本質就是這樣 一直流傳到現在 台灣人也是學習啊 台灣人也學習會選啊 不是像台灣人呢 大家三個也是一樣 大家三個也會會選 只要碰到選舉 所以高砂族都很高興 因為高砂族在山上在海邊 你去工作才賺錢呢 一天算一天呢 沒有固定的收入 都是靠天吃飯 所以一旦碰到選舉 這一條路本來空空洞洞洞 馬上修改 那樣好 這是什麼日記 哦 這樣沒怪 選舉就要搞了 不是像 山上高砂族的路途呢 在平地也是一樣的 那麼好幾次幾個月就換掉 幾年就換掉 高砂族要四年三年選舉的時候才換掉 比愛喔 結果高砂族說 好啊不要緊 來等啊等啊 結果高砂族的幾個縣議員 候選人還有幾個說 欸 跟你說 真好消息 那雙故的是 後面那個門 不要開喔 後面的門口不要關喔 因為三今半夜 那個死竄的老鼠也會跟著來 這樣沒怪在九尾喔 在我們整個高砂族的 水溝啊 都是豬毛 太低啦 因為只要選舉 一個部落一頭豬 一個部落一頭豬 現在不常見了 但是有的部落還是有 那這種情況之下 都一直在會選 在 五五憲朝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之前的一個草案之一 叫做 1936年5月5號宣布的 這個五五憲朝 五五憲朝就是 他們 按照孫逸仙孫文 五權憲法 但是劉法的一個 那個 張 軍麥 好像 張軍麥 張軍麥 他也是學憲法 他說只有三權而已 司法行政 還有立法 就是三權獨立而已 但是 國民黨大部分都說 欸 這樣 不行喔 因為讓總統的實力呢 會收小 要增加到創制考試權 複決權 這個 讓總統的權力更擴大 所以為什麼中華民國憲法 一直到現在沒有辦法改 然後到什麼時候才改呢 徵修條文 動言勘亂時期 臨時條款 這個臨時條款 李鴻錫教授怎麼去形容你知道嗎 大 大房子 不是大房子 大太太跟小姨太 母法 中國憲法是原來的太太 大家怎麼說 說 社會議 社會議就是 動言勘亂临時條款 因為憲法已經限定了 實際上行政院是 國家最高的 最高機關 國家喔 不是總統 那为什么今天总统那么大 是因为用国民党的党主席来限制整个中华民国 所以以为是总统制 实际上在宪法李鸿席教授说 是行政院是最高的机关 那今天很多 好像我们在上中华民国的宪法 实际上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宪法就是一直继续流传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 听到中华民国的宪法 听到中华民国的宪法 都不敢改变这个会扭曲事实的这个中华民国 会一直死串的 对不对四季的扭曲 还是继续在台湾人的心中 特别也是在古山族的心中 还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继续来看清中华民国的本质 我们看看这一段的 他的本质就是实际上 是事而非 不求事实 法院是他们开的 哪里有 本来是 无期徒刑的 另外一个法官就可以改 然后另外一个法官 在变他当主审官的时候 又可以改 你看都可以改来改去 这个就是代表死串的 你知不知道吗 哪里一个法官就可以 因为他拿多少的 多少的领格 多少的自己的利益 才会改变事实的改变 事实的真实 那这个事实呢 实际上已经活在台湾人民 心思疏心 我不敢说 真正公义也不敢说 真正安全也不敢说 都不敢面对真正的事实 只是怕 哎呀我的亲戚是警察 我家人是因为18% 我不敢说 这些都已经 特别四企丟致啊 都已经混入在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的心中 家在因为你 因为在台湾后代 整个为了台湾的后代 我们是为人民设想 为百姓设想 那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 重新建构 而且我也相信 我们在做更伟大的事工 这个伟大的事工是改变 新国的属性 改变 中华民国 要怎么改变 真正 不能改变 只有 真正的 斩潮除根 才是 真正 属性 的台湾民政府 怎么去斩潮除根 中华民国 挂出去 赶出去 这简单的事 要让他继续活下去 这样永远都 活不了台湾人的 真正的生命的价值 那唯一赶出去 就是按照战争法 就进张和平条约 美国有权力 可以处分台湾 也可以支配台湾 所以今天 美国要求我们民政府 41万的身份证申请 4千人 这两个条件而已 容易吗 也不容易 困难吗 又继续打拼 那这个就是我们真正 道道地地 来到这个地方 让台湾 让台湾 进入到国际地位 正常化 非得把中华民国流亡 来到这个台湾的地方 让他继续流亡到金门马祝 那我们要重新再建构 属于 有人 和台湾相关 离物 哪有 邀请 救命 救命 结果因为 你的爱 因为 你的 trat心 保佑 Sana créd 让他 让他 有空 工作 出来 至于四十年 五十年 到这里 都没有 没有人 PhD 几 fate 没回 才会 有看你 自己的人為有看你 能夠確定你做老闆的頭腿 你做老闆房間還是房子的所有管 這樣有合理嗎 有合理嗎 沒有 不是有 當前沒有合理 都沒有人到你的房子 三十年 四十年之後 能夠確定你的所有管 一個三四十年前 逃亡到你家裡這個逃難的人 這個難民向你求救 因為你的愛心 你的包容 幫助他 讓他生活得更快樂 最後三四十年以後 有權力決定你的房子還有土地的所有權有合理嗎 當然不合理嘛 無合理嘛 這一局是舒適 但是台灣人勇敢 不是明明冒冒 口連呆 今天我們臺灣民政府就是騎起來 就是因為你 因為我們會參與 這樣好不好 好 對 所以這就是 我們最壯厭的工程 創造我們臺灣的新的歷史 欸 不是那麼爛喔 我们看看前面有一个叫亨利·达米尔斯 在1928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大人 让他因为那时候的聚落 没有好好去关心小朋友的生命的成长 结果有一个人说 好像关心小朋友的生长这样不够了 根本是我们做大人的 我们做成人的 应该先改变我们自己的 没有受教育的观念 所以这位老姐妹呢 他就在这个1933年 从450个成长班 影响到全国的大学生 这个台生 帮我下来一下 下来 对不起上面的 好好这里 你看 从1928年 五年的时间 从大人成长班 影响了大学生 六千个人 所以这位老姐妹 不只是影响了 当中也出了很出名的 伟大的人 在影响其他的人 所以这位老姐妹 亨利是 他可以做影响 再影响其他的人 死怀者 他有四个博士 音乐 哲学 神学 还有医学 四个博士 他最后就到非洲 贡献他的一生 要让非洲的人 也得到更多的死怀者的博士 这样的影响人物 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 这也是黑人的一个牧师 黑人的改革家 在林肯时代的时候 因为看见 林肯要释放 要解放奴隶 黑人奴隶呢 这样的生活 很多美国人都不愿意相信 黑人不那就是黑人 黑人就是动物啊 怎么可以把他当作人来看呢 动物来看呢 结果林肯说不是 因为林肯他相信上帝的 他也知道 人任何的生命都是很宝贵的 所以黑人牧师他改革家 他也同样的来影响更多的黑人 建立自己肯定自己 不要自卑感 可以容纳 白人黑人一起生活 今天 但是我们台湾人也是同样的 没同样的 大家三个 没同样的十四种 十四种的语言 十四种的族群 无论台湾人 还是虎老人 黑人也不怕 空庸 然后我们高杀出 大家三个 一起互动学习 这个就是台湾民政府 要做建构 不同族群 多元化的社会 这是我们大家的工程 所以希望影响人 你自己影响别人 别人再影响他 所以有一句话说 是影响人的人 才是伟大的工程 Empowerment is very powerful influence every human being 他整个的所有的影响 人的生命 就是你能够使人影响人的人 意思是说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也可以影响 你自己的朋友 亲友你的猎亲家 然后我们看看 看似是而非的这个中华民国 但是在 中华民国只待在联合国 26年的时间 结果就被赶出来了 那蒋介是说 汉贼怎么可以在一起 不晓得哪一个是真正的贼 你知道吗 结果 这个鲍威尔 看一下这个鲍威尔的这个相片 很清楚讲的一件事情 别人 你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 反而 已经没有人请教你几个最尖锐的问题 你已经不是真正的领导者了 这个是 他所写这一本里面的几句 有几个非常出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别人已经不请教你 尖锐的问题 表示你已经差不多了 表示你的领导有限 假如有人跟你挑战 非常尖锐的问题 表示你还有能力帮助辅导他 这个是鲍威尔 鲍威尔在2004年 美国国务卿的时候也讲一句话 台湾的地位呢 已经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目前只是美国认同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占领与有效的统治者而已 到今天美国政府也是维持这个况法 2008年 8月的时候 美国一样得到回复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 有一句话说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鲍威尔说 台湾不是独立的 也没有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一直保持到一中政策的原则 这个就是不只是鲍威尔 连2007年的5月13号 莱斯当国务卿的时候 黑人 老爷姐妹 也是说了 同样 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 这是都很清楚 已经讲了那么多清楚 有一个李胜雄人权律师 在他的一篇报导 在自由时报1999年5月8号所登的 他整个WTO 这个就是在关税领域区的 你才经过关税领域区 那是因为你不是独立主权的国家 你只不过是被占领 所以你不得不参加关税领域区 所以WTO因为我们不是主管的国家 我们是被占领者 占领者 占领者 其实也要多学习 你们以后到山上也要写 我们山上的话 只要你当官的话 我们有一个规定 高砂族一个规定 内规 你要到高砂族做官 要学习里面的 高砂族一个微妇 这样好吗 好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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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一样的在联合国 中华民国被赶出来的时候 1971年10月25号的2758号决议已经很清楚 中华民国已经被逐出去 这个被逐出去 然后已经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个是最上 这已经是 现在很清楚喔 台湾的宪法 不是 对不起 不是台湾的宪法 台湾没有 从来没有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 没有台湾这个名字 没有从来没有在台湾 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 只有整个那个临时条款 临时条款 所以这个李生雄人权律师 他也讲说 实际上只有行政独立而已 而不是国家真正的独立 所以在国际法这个独立呢 不是独立的存在 所以清清楚楚 我们不是独立的国家 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想 那今天谁人有那么多的 这样的状况 价值有台湾民政府 价值有我们的秘书典 您进行博书 我看到他出逃 中国出逃那本书 我也发觉 他从厦门偷渡到台湾 那个偷渡的 那个专门偷渡客的老板 说 你是台湾人 偷渡到台湾 我没有听过 你是台湾人 偷渡台湾 我第一次听到 像这样的状况 奇怪 但是为了生命 不要紧 这个起刺的 给他钱 所以偷渡到金门 偷渡到金门的时候 在将近晚上10点11点 我们的秘书长 疼吗 下船 怕怕一段时间 他这个皮鞋 襪子都没有办法穿 因为都是泥巴 都是泥糟 一定会走下去 就是哭哭哭 哭哭 就要打赤脚 打赤脚 很多贝壳 受胸 所以我们今天想到台湾民政府 也要想到秘书长当时那种奇惨 都忘了 金贵金贵一段 那个历史 我们也要回想一下 但是到了 他没办法走的时候 他就撑着用手帕呢 放在他的屁股 就撑着一条 Deggah 不是Deggah 好像是一个铁的 在那边等 一直在想说 啊 我死在这里 我真的不甘心 结果就向天祷告 假如我活 这个半辈子 我能够活着 我半辈子 完全奉献 义务 向台湾做一个最好的志工 跟奉献 不甘 很简单的 我们来拍摄一下 好吗 所以他的遭难 让台湾民政府成长 让我们也参与 然后 有一个大块头的阿兵哥 马上 把秘书长不是背着这样撑着 这个秘书长 那个是什么人 是 高砂的年轻人 所以他非常的 看重我们高砂 所以我们高砂 以后有传统领域 回归给我们传统领域 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头队 今天这个中华民国不是的 中华民国 所以所有山上的土地 所以我们怎么控制 行我头队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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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密密密密密 也是同样 共用 到最后 还是没有所有权状 所以台湾民政府执政 整个传统领域 我们有季节性 可以再抓山猪 现在我们抓山猪 中华民国要 要把我们绑起来 要抓山羊 也要报备 结果现在山羊山猪 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们好几次 我们特别是苗栗的贵族群 Dexun 刚好这个四月五月都是族群起 哇我们放那个陷阱 放陷阱 这个山猪 也会 把那个陷阱放在旁边 他是大学毕业人 以前没这样 我们放陷阱 他一突突 到了 抓到了 马上抓了 马上吃 高兴的要命 今天没了 还会移开 不曉得是谁教的 好 既然我们做了那么大 伟大的工程 希望 我们有这样的心 再一次 那我们等一下 再下一堂 我们先休息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 台湾民政府给我们更大的活路些什么 然后让我们 整个的族群能够再次重新出发 擦干眼泪 不要一直往背后 我们来看看今天要做更大的工程是什么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看 中华民国这个 DVC的妖妻 也不要紧 不过 政权就是这样 依法来行事 他做的不对 做的扭曲事实 就要回归到战争法 国际法来删除 来处理 就像我们 很多高沙族 哇 漂流木 都是哇 很漂亮的 漂流木 结果我们三更半夜去抓 结果第二天第三天 一看黑道过来了 把我们所 已经拿好的这个漂流木 被这个县政府盖章 然后有枪真正实弹的 就把他们把这个漂流木又再去 不曉得再到哪里 所以我就跟秘书长说 反正 反正 头说了 反正当过领务局 主管的 可能要照样 要去看 里面他们的家里 到底放多少的漂流木 多少的 哇 幾天很大 那当然这是以后的事 不过这些都是 以为说这个漂流木 你们知道漂流木也会 也会长得 几公尺多 一样吗 本来漂流木是 有根 然后有粗的 有尾巴的嘛 那现在漂流木不是 多啊 从开始到尾巴 就是五公尺就是五公尺 十公尺就是公尺 你看漂流木也会有五公尺 十公尺 丢三老鼠 比哀 这样休息 好的 谢谢